大家好 冷天这段时间可能很多画友都会给自己的蝴蝶兰做一些保温的工作 比如说把它搬到室内 还有一些画友能直接给它用纸箱来作为保温 那么我这一颗就是用纸箱来给它做保温的 得了一个惩动的教训 大家看一下这颗蝴蝶兰 那么为什么给它做保温之后还能造成这种问题发生呢 大家看这颗蝴蝶兰就是受到严重的动汉 原因就是前几天晚上不记得把它放到保温箱里面了 经过一个晚上就出现了严重的动汉 反而这边这些放到室内的话完全没有问题 所以说把它用纸箱来做保温 它的温度高一点有利于它生长一点 但是它的抗寒能力反而下降了 原因就是它没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这边这些的话它一直处于在室内的几乎没有什么动过它 所以说它一直处于一种慢慢适应的一个状态 反而这颗它没有一个适应的状态 所以一个晚上不记得将它放入保温箱内 就导致了出现严重的动汗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切记这一点 我们把它放入保温箱的话 拿出来通风 一定要记得把它放回去 而且通风的时间 最好是在中午的时候 气温比较高的时候 这样的话温差不会太大 不容易造成动汗的发生 这就是给蝴蝶兰做保温的最大一个累区 所以大家一定要避免我们给它做保温之后 气温突然下降 这样反而会让这个蝴蝶兰受不了 好了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下期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处理这种被冻害的蝴蝶兰 我们下期再见